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那今天这条视频和大家说一下 来日本打工主要都是干什么工作 为什么今天和大家分享呢 因为最近有粉丝为我 峰哥,我想到日本打工 然后粉丝加了我的微信说 在日本都是干什么样的工作 能不能干得了 有一些粉丝真搞笑 他们问我 峰哥,我想到日本打工当老师 有没有招老师的 甚至是峰哥,我想干保姆 干保姆,有没有招保姆的 或者是小圈的保安 我想到日本干保安 我告诉大家 日本没有这样的工作 日本打工都是在工厂里边上班 大家明白吧 都是在工厂里边上班 你像我这种研修的 日本打工一般都是什么工作 什么纸箱厂 汽车零部件的 食品的 塑料成型的 这些 或者是有时候有可能有电子的 就是很多 包括大灵工 他们干的缝纫工 这些都有招的 大家明白吗 盒饭加工的 都是这种工厂 还有一些属于户外的工作 你像有一些属于农业的 再也就是那种什么基础分解的 或者是那种涂装的 大家明白吗 甚至有一些单子确实比较增贤 像那种装修的 这种的 日本打工都是这种工作 大家明白吧 日本打工啊 大部分人都能干得了 为什么 就是日本打工没有像咱国内那么累 加班时间那么长那么累 有可能有个别的 有可能会加班时间长啊 或者稍微累一点 但是如果说日本加班时间长的话 那你也发财了 为什么 因为日本打工加班越多挣的越多 大家明白吧 很多中国人到日本打工都喜欢加班 为什么加班多的话 那挣的多呀 所以说来日本打工 你也不要有负担 说什么到日本打工 我能不能干得了啊 怎么怎么一回事 都能干得了 再就是日本打工的话 挣钱还可以 一个月尽到手啊 找个好工作 一万左右块钱 三年挣个三十来万 反正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比国内的工厂肯定是强很多 再就是最起码人家就是有休假呀 周六周天双休休两天 大家明白吗 好了朋友们 我是在日本打工拿风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想了解的 可以在平台的评论区 给我留言 或者私信给我们 下期见 拜拜